董贵 何伯伯 周童 天昊 你们来了 天昊 你回来了 欢迎欢迎啊 先过去 我和周主任两次去 那你快点啊 爸 你先回去了 爸 请进 天昊啊 邹主任都跟我说过了 我真没想到 你还真有本事啊 什么意思 何主任 我回来第一个来找您 就想跟您说一句话 您永远是我的恩师 不管今天还是将来 很好用 谢谢您 天昊来了 天昊来了 是 我来了 天昊 这回你得好好感谢我爸 这次我把他气得不轻了 我把他气得不轻了 小刀 先出去一下 我跟天昊单独谈谈啊 又让我出去 你们俩之间到底有什么秘密 我不能听啊 先出去吧 我跟老师单独谈谈 放心 那好吧 爸爸那你们好好聊 嗯 谢谢啊 放心 老师 我本来不想回来 怕您误会我 但是小彤说 不要跟我说小彤说什么 我知道你一点都不爱小彤 这件我很清楚 老师您一直在误会 但愿 五条 你回来了 我也答应让小彤跟你再一回 我知道你要了什么 但如果你对小彤好 你要了这些所有的 我统统都可以给你 可是 如果你对小彤不好 但敢伤害她 我会让你死得很惨 我会把你剥夺得一干二净 你听清楚了吗 老师啊 我不管您怎么想我 我都不会反驳 但是有一点我要坚持 我爱的是小彤 不是她附带的一切 如果您一定不相信我的话 可以啊 您可以除了我 除了小彤之外什么都不给我 但是我为您对我的误解难过 我从来都没有误解过你 也从来没看错过你 但愿 但愿之前我这一切 都是误解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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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该说的我说完了 你去吧 好 你忙 挺好 怎么样跟我爸谈得怎么样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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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是什么意思 很好就是非常好 真的 真的 天昊 你来一下 吴律师 你大显身手的机会来了 请进 何主任 天昊 来 这两个案子 你拿去 什么案子 邹主任的女婿还能有次案子呀 放心吧 两个肥活 只要你拿下来 要名有名 要力有力呀 所里多少人想要 我可都没给 就给你留着呢 谢谢 谢谢 我趁白脸不吵你了 我跟你演 你得处理打圆场 否则不要轻易让我 这个案子我研究过 你完全可以把他们逼到死角上 算了你算了你别说了 好 帮我给你一份外卖 要清单 万分感谢 一会儿有时间还来接我 很荣幸做你的司机 先进去吧 来 盈律师 来 都带来了吗 这儿 您先进去吧 行 小然 小然 对不起我 马上要开庭了 过后打给你好吗 再见啊 快 怎么样你看 非常好啊 我爸真是的太小气了 都不肯给我们买房子 还非得给我们租 你说其实我们结了婚不一样要买吗 别这么说嘛 咱们结婚干嘛要让他买房子呀 我又不是小孩 这已经很感谢他了 太大了吧 房租我来 也好 别让我爸觉得好像我们占他便宜了什么 走 什么东西 这么多东西 这么多东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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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律师 明天您来收房吧 您说我搬了 针不住了 我说了 用不了半年我就搬 都给您应记住 吴律师 您真太客气了您 您还有事吗 那 那您忙 您忙您忙 你拿走吧 这多不合适 拿走吧 我拿走 我拿走给谁穿呢 这个 给您儿子 那 那谢谢您了 吴律师 谢谢了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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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小燃 对不起啊 我刚才开会 什么事吗 阿姨她 走了 走了 本来她一直恢复得挺好的 我们都挺高兴 今天上午我正在上班 小燕突然给我打电话 说阿姨晕倒了 我赶回去把她送到医院 抢救了整整一个下午 十脑医血 没请就过来 本来就让你赶回来见她最后一面 可是我一次一次给你打电话 你不听我说话就关电话 然后你就关机了 好 你怎么难这样啊 你怎么难这样啊 你知道燕子最后一口气啊 就能备不上 她一定是在等你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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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